哎 严秘书 这个请教带你签个字 哎 我妈天天催我相亲 我得回去两天 相亲 啊 我乱去吗 不准去 我不批 不是 我再问你一遍 你不批是吧 不批 妈 你都听见了吧 哎呀 真的是我领导不让我走 啊 对 啊 什么 你 你要跟他讲两句 啊 行行行 哎 严秘书 我妈想找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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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 不不不 哎呀 那个 我 我没有要阻碍他人生大事一次 嗯 因为你 我是他女朋友 啊 啊 回家吃饭了 啊 行 那阿姨 那过两天我跟他一起去看你啊 嗯 好 阿姨再见 你故意的吧你 哎 哎呀 我这不就想找个人应付他一下吗 我直接跟你说你肯定不愿意啊 哎 你刚都答应了 你可不能反悔啊 哎 行吧 行吧 行 我先走了 哎 对了 喝你口饮料啊 哎 发不下 天天喝我饮料 你当我这儿便日店啊 不是 我 你说吧 多少钱我 赚 不就是了 真是 二十 多少 二十 不是 这在外面卖就四五块钱 你怎么知道你这儿二十了 那是外面的价格 我这儿就卖二十 你爱喝不喝 我 行行行行 我懒得下楼了 这 没错 你看这个能不能便宜点 打个折 钱不过是吧 你有多少 你看十五行不行 十五 行啊 总不行了 哎 哈哈 哎 刚十五的 咱俩身也不知道是有便宜 不是 这么玩是吧 好好好 哎 不是 你真喝呀 对啊 挺好喝的呀 哎 不是等等等等 你闺蜜要来家里住两天 那我岂不是又要给你加班男朋友 哎呀 她刚失恋心情不好 你就体谅一下吧 你是不是在套路我呀 前脚你妈妈刚走 后脚你闺蜜又要来 我这个假男朋友能不能给我放个假呀 哎呀 等他走了 我给你休年假 你这 带新的 主要是 在家年终脚双倍 我需要做什么 我在他面前吹牛 我家庭地位很高嘛 所以你一会就配合我展示一下就好了 哎 家庭地位 我最懂了 来 重教 我又分手了 男人真是没有一个好东西 那是你什么遇到我这样的好男人 你好个屁啊 还不是因为我管家有放 我 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是 我跟你说 我还是得要有下空地位才行 嗯 她在家里很听你的吗 那可不 我说一 你看她想说二 我 哎 这个时间也不早了 那个明天还得上班呢 你们俩早点休息吧 要不 哎 我睡不着 然后我平时都要泡了脚才能睡的 泡脚 泡脚啊 这还不简单 那个景浩 你去打掌没热水 然后我陪她泡泡脚再睡呗 啊 什么臭毛病 哎呀 行了 弄完了 那个你们先泡着 我先回房睡觉了 哎 你等一下 泡脚挺无聊的 你给我让你表演才能节目准 什么玩意儿怎么 才艺展示 我没有才艺啊 你们俩要是在无聊 你跟我一起玩游戏吧 要不我跟莉莉一起玩吧 你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你帮我们两个足聊吧 啊 你闺蜜终于睡着了 那那那我也回去了 哎 我觉得你今天的表现 还没适合到要闻的 那当然了 我都说了我是个好男人 哎 如果啊 嗯 我是说如果啊 就我们以后要是真的在一起了 我要是走得比你早的话 我同意你找个老板 你这话说的 我不要 哎呀 我让你一找你就找 我知道你是个好男人 但是 没有必要给我手管啊 我 我不是那意思 我行是吧 要找就找个年轻的呗 滚 起来 还坐着干嘛 啊 什么意思 董事长说了 你不再是老板了 啊 呀 什么啊 公司都快给你干黄了 不是 哥 不是当初是你让我当这个老板的吗 你当狗吧老板了你 我觉得你还需要磨练磨练 你先从基层干起吧 啊 不是 基层 基层 基层是有多基层呢 呃 先 先做个实习生嘛 啊 公司的事情呢 全听严密书安排 不是 不是 哥 哎 不是 哥你听我说啊 不是 哎 哎 喂 不是 我这 我这落差也太大了 哎哎哎哎哎 严密书 那个这个月房租能不能再帮我交一下 你现在又不是我老板 不帮 哎呀 我这实习生工资就一千三 那房租都要三千了 那我给你安排个兼职吧 让你多赚点 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 你说 哎呀 我做什么 去我家刷厕所 一个钟三百九十八 不是 好歹我哥是董事长 我怎么也算个龙太子 你怎么能让龙太子干这脏活累活呢 换一个换一个 怎么 想做轻松的 可以啊 但是你得抽 抽 这要有三个兼职 每个都是一千 抽到哪个就做哪个 不许耍赖 不扫厕所什么都行 就这个 不 这什么 这什么呀 不不不 我得再抽一个 哎 你要是想重新抽的话 就多得做一遍 做就做 谁怕谁 不是 我 我还不信任了 哎哎 我 一共三千 我先去准备一下 哎 不是 我 我哥 我帮他接了 请 严秘书 我觉得你今天让锦浩 从实习生做起的这个提议 很适合他 我决定给你掌心 啊 喂 严秘书啊 严秘书 我初恋订婚了 想约我吃饭 你能不能陪我去趟 他订婚关你什么事啊 哎呀 他就这样 爱盘比 爱显摆 那肯定订婚来想跟我炫耀呗 哦 想让我假扮女朋友是吧 这个数 可以 50 走 什么50 5000 脸里脸 你别太过分 怎么还趁火打劫呢你 你要是不接受就算了 没关系的 我 行吧行吧 算你狠 哎呀呀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来碗一会 不是说好了带女朋友来的吗 怎么 还是自己一个人啊 喂 还是做地坎 我没有 难道没有 那你可得好好努力了 你看我老公刚停的车 哎 厉害的兄弟厉害的 优秀优秀优秀 我刚才是停车了 我是秦浩女朋友 你从哪儿整的要是 我打过去 哦 秦浩这么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找了个妇婆吃晚饭 呃 哎 手机也是送的 怎么说 你还是吃晚饭的呗 哎 没有没有 这台车可是他送我的 哦 对了 他前往前给我买个包呢 我 你也学着点 这要对女朋友好买车买包 我就不明白了 这又什么好比呢 不是 怎么 男大我对你不好吗 怎么吵起来了 哎 宝贝你试试证 你看你看你看 哎 哎 还会给男朋友喂吃的 你呢 你给我买车买包 我也喂你 哎 哎 哎 兄弟怎么 哎 哎 不是 哎 怎么走了 还没点菜呢 哎 累掉 哎呀 严秘书 你可真是帮了我个大忙啊 这五千真值 那是 以后有这种差事 记得再叫我啊 那么我就先走了 啊 哎 哎 话筒话筒 帮我接个电话 谁的电话这么着急 哦 前任呢 还好 我不接 嗯 你就帮帮忙嘛 三百 这可是你前任呐 这得加钱 八百 喂 你好 什么 我呀 我是男朋友啊 不好意思啊 他在洗澡呢 这边呢 这个我属实是拿下了 要我说兄弟 就换个目标吧 天涯和醋无芳草 是吧 那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 那两条腿的女人 不买大姐跑吗 行吗 就这样啊 好 这钱账好转 喂 爸 哎 我都说我男朋友了 这下你总该信了吧 啊 你过两天要过来啊 啊 行 那我带他给你吃个饭 嗯 好 就这样 嗯 拜拜 哎 不是 你不说是你前任吗 是前任吗 你没有听说过 女儿都是爸爸上街的前任吗 哈哈哈哈 没得 啊 好 谢谢啊 你不打开看看吗 这不就钱吗 那不都长一个样吗 有什么可看的 你要不查一下够不够 啊 也是啊 不是 这什么意思啊 这也是钱嘛 只是不能现在用 严秘说 我觉得你应该看一下你妈妈上次给我的这个红包 嗯 严秘说 待会儿那个会我不参加了 我要去约个会 年度总结这么重要的会你不参加 你约什么会 哎 这不快过年了吗 我回家总得有点交代吧 行政交代下去 一会儿就明天再看 不是 哎 你干什么 你主持会议就行了呀 我去跟你赴约啊 我去约会 你跟我赴什么约 嗯 我去给你开车啊 你想 你一个老板 如果有保镖或者秘书陪着的话 多有面子啊 有道理啊 那那那你开车送我去吧 嗯 这位是 呃 啊 她是我 她是我秘书 啊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还有个人 那我再去点一杯 啊 我 他怎么不吃醋 哈哈哈 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名下有两套房和一辆车 这些呢都是我的嫁妆 嗯 彩礼的话 你看着来就好了 对于这些其实我也没啥想法 嗯 婚后我可以把我的那个工资都交给你来管 我相信你可以帮我管好钱的 哇 你看看你的 有钱了不起 没有没有 我相信她肯定不是物质的男人 就是啊 我又不是看钱的人 你看看 现在这么好的女生很少见了 好吧 我就不信了 这么好的女生怎么会看上你 我给提醒一下你啊 往往贪便宜的 最后都会得到最贵的 你这从哪来的外道理 你看你就不了解她 你知道她想要什么吗 我怎么不知道啊 她跟我说她喜欢小孩 那你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吗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呀 我 男孩吧 我觉得我可以给你生个男孩 你说生男孩就生男孩呀 我还说我那么大生双胞胎呢 那我就能给她生个龙凤胎 那我能让她三年包两 五年包八 你行吗你 家 你怎么去家了呀你 好可爱 这个都搭着了 可可可可 言秘所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见客户怎么样 见客户你穿那么帅干嘛 那见女客户肯定要注意形象啊 我代表的可是公司 女客户 是那个圆圆吗 对啊 就她呀 哼 你俩上次没来演出 那是正面谈合作吗 那人家喜欢我 我总不可能拒绝吧 那我们俩公司之前还有合作呢 那我都算为公司现身了 想要拒绝还不简单 我帮你啊 不跟你扯淡了 你帮我干嘛 帮我去买点好茶 再买两条中华 我要用来送礼 嗯 知道了 女生是不是都喜欢化妆品啊 再帮我准备套化妆品 好久不见啊 袁总 好久不见啊 这是我前两天逛街买的 还蛮不错你气质 送给你 哎呦 还是袁总有眼光啊 你看 我也给叔叔准备了一些礼物 就是一些好烟好茶 我也不知道叔叔喜不喜欢 来来来 爷秘书你先拿 我 这 什么啊 我帮你丰富买的呀 我 我 浩总 你还挺幽默啊 我这个人就比较喜欢活跃气氛 那个 我还有给你准备礼物了 女生是不是都喜欢化妆品 是吧 来来来 爷秘书那个 来 给我 浩总 你是打算护手套白狼了 我 还得说 你这他们买的什么东西啊 我这也是让你丰富买的啊 我 袁总 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送什么都没有 就是请您去家里吃顿便饭来的有诚意 是吧 今晚有没有空 我让我爷秘书下厨 他手艺可好了 你想吃什么随便点 嗯 好吧 我要吃三杯鸭 三杯鸭会做吗 当然 袁总 我跟你讲 我们俩口味差不多 我也喜欢吃三杯鸭 来来来 乱坐到 快尝尝我们的这个三杯 鸭 浩总 你不喜欢我可以直说 没必要一天刷我三次吧 不是袁总 你听我解释 那个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幽默 我这个就开玩笑了 我就知道你懂幽默 我帮我拿东西 啊 那个袁总 你不是说这个比较符合我的气质吗 你这幽默气质还是适合带手天才呢 我 我 你这都整的什么东西啊 我这不都是按照你要求做的吗 我 当我与老板和秘书一起去电竞酒店 袁秘书 待会下班你自己回宿舍吧 我有点事先走了啊 哎 你干嘛去啊 我打算跟去网吧打会游戏 早点去才能抢着好位置 那我跟你去呗 啊 不是你去干嘛呀 我去给你充网费啊 哎呀这不用不用几十块钱 不用你请啊 我走了啊 那要不咱们两个去电竞酒店呗 啊 为什么 电竞酒店环境好啊 又不用抢机子 有吃有喝的对吧 嗯 不用你掏钱 我请你 主要是我今天也想玩游戏了 呃 也行啊 走走走 哎 你俩去干嘛 你下班就要走啊 呃 我们两个主 我准备找客户谈项目合作 啊 对 想我怎么不知道 嗯 这个项目比较小 所以就没跟你说 小项目一点让我知道呀 刚好没什么事 跟你一起去吧 我收拾一下啊 不是 那个 Alewood 怎么办 也没说 先去了再说 LATER 哎 你们俩不会去谈项目合作去吗 你带我来这里啊 呃 哦 他那个 哦 有一个客户 他喜欢玩游戏 我们俩我想更好拿下这个客户吧 所以就打算今天晚上通宵 陪他先去打游戏 啊 对 对对对 然后就直接订了这个电电酒店 对对对对 那既然是客户的话 那我也得一起玩啊 行 那我们有诚意啊 嗯 行吧 那我跟你们一起玩吧 嗯 行 哎 不对啊 这不手机游戏嘛 你们两个怎么来跟进酒店啊 嗯 太递松 我最近太忙了 这脑子不好使了 我以为是电脑游戏呢 所以就订了这个电电酒店 结果我是手游 啊 对啊 哈哈哈 那叫客户上线吧 咱看着玩吧 呃 哎 那个李总 刚客户给我发信息 他说他今天没空 他没法一起玩了 要不这样咱们就退房 然后回员工宿舍吧 嗯 我觉得行 嗯 这么突然 对啊 别退了呀 既然开了别忘费呀 那是住呗 合着花公司钱 你们俩不心疼是吧 呃 行吧 他这个是上下铺勾造 我们怎么分配啊 这样不简单吗 下铺比较宽敞 给李总睡 咱俩的话 再上铺相救一下就好了 呃 也行 那怎么行 我很体谅员工的好吧 严重最近那么工作 那么累 肯定要睡下铺啊 宽敞 我睡哪都行 我不挑 哎 不行啊李总 我怎么能跟领导抢为止呢 还是你睡吧 哎 不不不 这样 那个 要不这下铺留给我 你们两个上铺讲究一下 我挺喜欢这个宽敞的 你上班就是了摸鱼 你辛苦什么 抢什么抢 给演讲 没事 哎哎哎 这样这样这样 要不听我的 听我 我来安排 行吗 你想怎么安排啊 呃 你看 演秘书辛苦 睡大的 下铺好吧 李总 你就上铺随便将就一下 那你呢 我回宿舍睡啊 今天你们都不再多安静 我走了 演秘书李总 拜拜 明天见 演秘书当我女朋友 几个小时就好 几个小时 哎呀 这公司里那个小旺 他刚交了一个女朋友 他跟我炫耀一项五了 他 他属对象关你什么事 你不懂 这关乎到男人的尊严 所以我跟他说 咱俩办公室恋情了 你有病啊 你这样子影响都不好 哎 他说的果然没错 他说什么 他说你外边都找不着对象 怎么可能有人跟你办公室恋情呢 什么 我答应你啊 但是你不能在公司做过分的事 用你这句话我是发现了 哟 可是搞演习呢 就像这种东西吧 有就有 没有里面关系 都哥们 不会叫唬你的啊 我那跟严秘书 那可都是真枪时代 用得着演习吗 我不是 你又比你进来工 你当我不敢是吧 嗯 等着 严秘书你闭上眼睛 算吗 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你闭上眼忍一忍 很快就过去了 谢谢啊 谢谢啊 看到没 确实啊 亲爱的都这么费劲 这样晚上一起吃个饭 都给你打个药啊 我操兄弟 你女朋友这么好看 你哪找的 亲爱的 这是你最爱喝的饮料 你看 我都了解你 我没跟你说过吗 我今天碰到喝冰的 因为就你了解我 哎 这个 那个我 我变成狗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杯热的给你喝 你把那杯给我吧 我可以喝 小黄 以后对女孩子 可是要自信一点 呃 哎哎 没事没事 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先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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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你最爱吃 嗯 真不错 呵呵呵呵 亲爱的 我也喜欢吃这个 你也会我 吃饭 哈 还在生气了 直接生气了 你老我干嘛 不是 人还在这呢 说好了 说了就吃草莓的吗 表姐面子 嗯 吃草莓就吃草莓 你老我干嘛 他一个月你就老我 那把他起不是要亲嘴啊 不是他 哎 你喜欢男孩喜欢女孩 啊 呃 男孩吧 巧了 我也喜欢男孩 哈哈 阿姨的遗憾啊 就是当年没有生个男孩 这这这莉莉还可以挺好的 哎呀没错 但是现在没事啊 不是政策也放开了吗 你们年轻人可以多错几次 啊 哈哈哈哈 阿姨以前不知道啊 这两天我出了视频 新闻里面说 这泡温泉有助医生啊 你以后别看着喜欢七八三七 哎呀你小孩子懂什么的 我呀给你们买了这个 温泉镇的门票 啊不是 你们赶紧收拾收拾就出发吧 哎呀 啊今晚吗 这怎么还一天一夜吗 哎 你鞋子收拾好了吗 我没什么要收拾的呀 那我这个给你 一起收进去吧 你对我这么好干嘛 你不会下毒了吧 我往哪下毒了 哎 哎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蓝色 而且大小好像刚刚好 咱俩同事都这么久了 我还不了解你吗 哈哈哈哈哈哈 都这么久了还没弄好 磨蹭什么呢你 拿什么玩意堆脸呢 你泡个温泉 怎么这么多准备工作啊 你也不想想这是为了什么 哈哈哈哈 雷霆 莉莉 你怎么买这个蓝色的呀 红色多起庆啊 呃 阿姨蓝色不好看吗 我那个也是蓝色 哈哈哈哈 蓝色也行 蓝色也行 赶紧双一下 我吃花了 小浩 你过来一下 阿姨找你有点涮 啊啊啊 我帮你们涮了一下 孩子属兔 你摩羯座 2012年高考 啊 你怎么一大早成为苦脸呢 哎呀我发小跟我一样大了 他们靠自己的奴隶 都买了一台宝马武器了 我都还什么都没有呢 你什么时候这么爱攀比了呀 我跟你说 哎哎呦 袁明主那个 你这还有没有其他岗位可以做 我想打两份工 赚两份钱 哈哈 我刚好最近想找个保镖 但是得在我家住 一天工资一百 一百这么少 那不是底线 其他项羽的吧 不 做保镖接送上下班 我理解 不这个哄睡觉 跟叫起床 这不保姆干的事吗 哈哈哈哈 哎 我的意思是 我能做的 不止这些 呃 这有一个空房间 我就住这吧 哎哎哎哎 人家保镖都是贴身的 你这个房间离我那么远 你不能住这 不是大姐 这是32楼 这就算蜘蛛侠来了 他都得掂量一下 你还担心有人爬窗户 我现在睡不着 你也不能这么早睡 你朋友到会游戏吧 我我只干保镖干的事 其他事不干 那要是一个钟两百呢 上钟 不是平时看你也不玩游戏 我们玩啥呀 你玩啥 我玩啥呗 完事 累死我 哎你干嘛去啊 我收拾收拾睡觉了呀 你这收拾完都几点了呀 你明天咋得叫我起床 你干脆在这打击不得了 这硬成这样 我不舒服 我不干 你可是我的保鞭 你得保护我 我前两天在屋子里面看到蟑螂了 我害怕 那你告诉我在哪 我现在给你解决掉 蟑螂怎么可能只有抑制啊 不行我还是害怕 要不你委屈一下 我再给你加两百 现金 严秘书 有你的大力帮助 我相信 我很快就可以超过我那个发小了 你那个发小 那么年轻 就靠自己的努力提上了车 做什么工具呢 他呀 他爸开公司的 他呢 主要就是做一下父母的思想工作 严秘书 你看我这身衣服穿这帅不帅 你上班穿这么帅上了 我碰了香水 我下班以后约了个女网友吃饭 不得打扮打扮吗 跟女网友吃饭 怎么了 我告诉你我吃醋了 严秘书 没想到你还是个小吃货呢 拿我这个给你 你突然送我衣服干嘛 我觉得挺适合你的 就给你买了 还是你对我好 严秘书 谢谢 说礼物可在下班跟我吃饭 可是我还约了女网友啊 我给你算笔账 你跟他吃饭是不是得送他礼物 但是你跟我吃饭 我送你礼物 是哦 你跟他吃完饭 是不是还得你买单啊 但跟我吃饭肯定我挺可爱 对不对 有道理啊 那跟你去吧 那你把衣服换上 我去上洗手间 你去吃饭走 行 诶 诶 等等 不对 你这个衣服 怎么跟我这个图案一样啊 这个 送的 能够买一送一马卖那叫送的 你干什么 啊 哇 今天吃火锅啊 哈哈 颜秘书 不愧是你知道我喜欢吃饭 诶 诶 诶 你看这个 情侣店内亲吻即可免单 这跟我们有关系吗 诶 这么好的一个免单几乎你都不争取啊 你是真不给我申请啊 你 行了吧 行 行 你现在请我了呀 你得让店员看着呀 你 你让他们调监控不行啊 不行不行 一定得让店员看着 可以 这种行了吧 恭喜二位获得免单资格 祝你们用餐愉快 哦 今天随便点我请客 不是 不是我请着你吗 还你请客 哎 算算算 吃饭吃饭 呃 还挺好吃的 就是对我而言有点辣 真辣 有我辣吗 哎呦 得了得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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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严小姐 我这个东西我都可以穿到了吗 啊 啊 哎 严秘书 你怎么穿这个上班啊 你说这个 我反而又要给你吃饭了 你觉得我信吗 吃什么饭得穿这个 这你就别管了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讲究穿衣自由 起来 回来 行 看我不知自己 故意换了条牌扣裤 严秘书 你看一下这个方案 哎 等等 你怎么穿这条裤子 哦 我下班之后约了朋友去夜跑 穿这条裤子能方便一点 方便 方便什么 哎呀 休息的时候这条裤子它 散热比较快嘛 哎 你知不知道你穿这条裤子相当于我穿什么 啥呀 这个 哦 然后呢 哎呀 严秘书 这个年代讲究的是穿衣自由 你刚不也说了吗 哎呀 你听到一句话 男人不自爱就像烂白菜 我不跟你这儿了 哦 对了 晚上我不回家了 你要去干嘛 哎呀 跟他约好了 晚上跑完步就去他家通宵打游戏嘛 看游戏 哎 不是 你跟我说说 什么游戏需要你穿着排扣裤通宵去打 这么好玩的游戏的不穿排扣裤难道 穿背带裤的 那我也要跟你去看 哎哎 不是也没说 你不是今天跟闺蜜一样去吃饭吗 哎呀 突然就不想吃了 今天特别小心多人 哦 行吗行吗 轻松拿捏 雷条 哎 你朋友什么时候来 不用等了半个小时了 我问一下 兄弟 你什么时候来啊 快点的 压根 我也没约影 哦 他说快到了 快到了 你要那么快一点 我跟你一样呢 掏出香水 再故意掉个身份证 你喷香水干嘛 哎 这喷一点点而已 谁跑步不含小水 哎 我这不是怕出汗吗 遮一下汗臭味 哎 不对啊 你除了跑步不是要带身份证 我 我一直都有随身 带身份证的习惯 这也叫以背不失之虚 你也不懂 过了谁这样 不是 哎哎哎 不是 不是跑步嘛 但人都还没来呢 干嘛 你这么喜欢运动是吗 往回家做复活生 啊 哎 严密手 你找我 你昨晚你干嘛去了 我打你晚上电话也没什么不接 哎 昨天晚上跟一个女网友见面 聊得太深入了 没注意看手机 大伯 你是工作有急事呢 我找不着你怎么办 什么工作大伯 你也吵 真是 为了防止你以后的影响不错 我就选了个处理手则 不是 一半一四花五百 这什么玩意啊 这是 全文背诵 好好遵守吧你 啊 找啥呢 我不是让你去机场接我妈妈吗 人呢 哦 去了呀 但是阿姨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后备箱跟后排都放满了 所以我只要把阿姨放哪了 那不是还有副驾吗 你自己说的呀 助理守则第三条 不能让其他女人做副驾驶 她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 哎 你放行啊 但是我没接啊 你为什么不接 那会儿我跟你打电话呢呀 助理守则第二条 跟严秘书打电话的时候 只能你先挂 你又没挂那会儿 哎 你怎么听啊 你不先跟她去接她呀 哦 哎 不对 要不你去接吧 现在有一个第五条 第八点之后我不能出门 不好意思啊 哎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规矩是死的 但人是活的 那不行 那规矩一旦打破了 很难再遵守了 我自己去接 哎呀 我在机场站了两个小时 这腿都快站断了 怎么这么没眼睛呀 过来扶一下呀 哎 助理守则第一条 不可以和其他女生有肢体接触的 这什么回事 又有什么规矩啊 妈 是这样子的 你说我不听你说 小昊 你告诉阿姨 是不是她又欺负你啊 嘘 助理守则第四条 其他女生找自己打话要拒绝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又定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规矩啊 你这不欺负老实人嘛 哎呀 妈 我没有 小昊 我跟你说 你不用再遵守她这些规矩了啊 真的吗 阿姨 而且 这个规矩啊 由你来定 你说 我听着 哦 既然如此 那我可就 不是 你见你前男友 叫我去干嘛 他昨天突然找到我说想复合 我想甩掉他 三个人爱情太拥挤啊 这事我不跟你缠和 你必须得跟我去 这是今天的工作安排 不是 颜秘手 我是实习生 你能不能教点实习生应该学的东西啊 没问题啊 跟我走 不是 哎哎哎你干什么你 带你学习爱情三十六期 哎 过来啦 菜我已经点过了 一会再叫你啊 这里没什么啊 啊啊啊啊 啊啊啊 让我给你介绍了 这是我男朋友 哎 带你坐这 哦 哈哈 男朋友 我还有一个服务员呢 坐吧坐吧 啊啊啊 带你拿着啊 不是 你从哪儿挣的车道是啊 从哪儿挣的车道是啊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想到看了就不咋地 混的还可以嘛 啊 你买的这老款奔驰也不错了啊 过奖 老车怎么了 能开就醒了呗 哎 别误会别误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哎 我是觉得老款的奔驰叫奔驰嘛 我们这种新款呢 还叫梅塞德斯啊 哎兄弟你这个钥匙好看 这是什么车 哎 新款的奔驰C嘛 刚提的 没多少钱 哦 新款钥匙是好看啊 累到 呃都吃差不多了吧 那个我去买个单啊 哈哈 跟我出来吃饭还有你买单 那不成欺负你了吗 我已经买过了啊 哦 那走吧 咱还要受的 哦对 那我们先走了兄弟 那一块走吧 我正好也去停车场 呃也行也行 哎 哎 对了哥们 你让觉得你抄他老的话 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开的翻新店 听我名字 打个招给你 啊也行啊 是吧 哎 以后能不能不要把这个手放我这 不是 我容易弄丢 呃这个 这哥们这你吃啊 哈哈 这个 哥哥是有点旧了 你坐我这开吧 哎 翻新一下应该也不错 啊 哎 哥们哥们 我们可能有点误会 哎 我就说嘛 你那秘书这么优秀的女生啊 怎么可能找一个比我还差的嘛 呃 不是不是兄弟 可能那个你有点误会 我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啊 我懂 低调形势我懂 这样 哥们 咱加个微信 交个朋友 改天请你吃个饭 多多包含 多多包含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